这里是Noodle Lab 嗨我是小思 上集我们介绍了折纸的艺术 折纸除了做美学的表现 用来丰富我们的心灵外 折纸也有很多在生活与科技的应用 像是NASA将折纸作为探寻太空科技的技术之一 生活中的建筑、家具也与折纸有关 甚至还可以拯救生命 这集介绍生活与科技篇 在NASA有一些与折纸有关的项目 其中之一是运用折纸技术 将一种名为Starship的设备发射到太空 太空中有成千上万的行星 透过外空望远镜的相机拍下照可以使科学家了解更多关于宇宙的讯息 以进一步了解它们 甚至寻找生命迹象 这种称为Starship的设备 会在太空望远镜前方飞行数万公里 展开成一个50公尺的大圆 可以使望远镜的相机免受远处恒星的照射 因此太空望远镜可以清除捕获恒星周围行星的图像 就像我们将手放在眼睛前面遮挡 来保护眼睛免受阳光刺眼一样 Starship面积太大无法装进火箭 因此NASA在折纸庄家的帮助下 开发出一种折叠方式将Starship缩小 便可以放进火箭中发射 此外 NASA的喷镜推进实验室 正在开发探索者机器人Puffer 用在外星球的探索工作上 受折纸启发 其轻巧的设计能够使其自身变平 将车轮塞入车身中 并爬入漫游车无法到达的地方 可以像卡片一样压扁 一个堆叠在另一个上面 目前还是模型的阶段 未来会做更多的配备 让它更坚固与更智能化 再来让我们看看受折纸启发 应用在建筑的例子 名为Albacher Tower 位在Abdabi 这座大楼的外观 利用数位运算 做出这只般开合的结构 每一个三角形密布着细微的孔 仔细看它 是有点半遮光的感觉 猜猜看 这有什么功用呢 Albacher是一栋绿能建筑 外观的三角形结构 会依据太阳的入射角度做开合变化 用来阻挡过多的太阳光 避免室内太热 并减少空调的使用 除了这个功能外 也可以让室内 适量的增加自然光源 减少人工灯泡的使用 达成绿能环保的作用 而折纸形成的立体结构 也被拿来做很多生活家具的设计 像是在IKEA就可以买到 运用折纸设计的灯具 透过折叠形成的空间放置灯泡 另外还有一些家具跟包装 也运用折纸的构造做设计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折纸运用在医疗器材的例子 日本北海盗的繁复香脂 当时它在英国做博士研究 研究可以放进动脉硬化血管的支架 它需要将这款鞋管支架体积做得很小 在到达动脉硬化处时可以展开来 它想到的解决方案是折纸 折纸结构可以有效的缩小与展开 凡复香脂从小就有在折纸 它想到了使用波罗样式 来作为这款鞋管支架的折纸样式基础 这款折纸结构在缩小时直径会跟着缩小 放大时直径会跟着放大 折纸血管支架使用了形状记忆合金 在温度到达37度时就会慢慢展开 因此当放入人体时 利用人体温度就可以将它在血管堵塞处打开 折纸与工程结合形成了折纸工程学 在现代被广泛的学习 提到了折纸工程 有一些折纸家兼科学家 正在研究将一张平面的纸 折成任何立体物件的方法 他们开发了可以辅助折纸的软体 有了电脑的辅助 可以用软体计算出折纹 轻轻使用一张纸 就能将平面纸张做成立体折纸 像是东京纳学的教授管知鸿 用一张纸就可以折成立体的茶壶 可以看到这些折纹非常的复杂 他在一场演讲中提到 折纸对他来说是一生全命的探索 美国的Rob Lang创作的一系列动物作品 背后都经过电脑复杂的运算 电脑的诞生使得折纸领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而麻省理工有一个团队 透过电脑的辅助 研究能够自体折叠的技术 这个项目名为Aaron Mall 这项技术未来可应用在交互窗带装置 儿童玩具跟家具设计等 看了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对折纸有更深的认识呢? 折纸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也是一群人一生学命的课题 相信我们能一直看到更多美丽新奇的应用 如果你也知道其他有趣的折纸 可以写在下面与我们分享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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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